喝醉了以后开着聚吵闹的一个音响 在这里睡觉 结果邻居们好像都吵着了 吵到以后可能就报警 警察就来了 来了敲开车窗一侧 159毫克每100毫升 远远超过最佳的80毫克100毫升的标准 给它定义为最佳 这个男子呢开着音响开着双闪喝醉了 躺在车里睡觉 音响开着这种草 然后判定为最佳以后 哥们上诉 上诉理由很简单 我是喝醉了 我说也在车内睡觉 但是我没有移动车 希望交警拿出来他移动车的证据来 交警没办法 只好就拿不出那个证据来 就把那个处罚给撤销了 面对男子的控诉啊 交警认为执法记录仪中 在交警问他在什么地方喝的酒 喝了多少酒喝了多少多长时间 男子分别答在某某饭店喝的喝的白酒喝了二两 在民警询问男子喝酒能开车吗 喝二两能喝能醉成这样吗 男子并没有反驳 足以证明他并不是在车上喝的酒 男子自己说呢 把白酒倒到矿泉水瓶中喝 交警认为通过现场照片可以看到 矿泉水和白酒容量相同 其所说的白酒瓶基本是满的 矿泉水瓶内还有三分之一的白酒 认为男子在车内饮用的此瓶白酒 并达到醉酒的状态不合理 也就是说他在车内喝白酒的事实不符 因为他那瓶酒还是满的了 退步说即便是喝在车内喝的酒睡觉 在醉酒状态下启动机动车并进行操作 也对公共安全产生了潜在的危险 所以说符合罪驾入行的立法初衷 但法院认为你没有证据证明人家开车了 不能只凭这个男子的回答 就来判断他是不是开车 是吧 他的回答又默默乎乎 因此呢 他法院认为呢 这个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予以撤销 交警是要想把他送进大牢 没送成 大家都对这个判法表示赞赞美 哇 就是说你们不能搞动机论 不能自己在那里写剧本是吧 你说的是什么你必须有证据 而且在这个案件里面法官都没有采信对话 是吧 即便他说他自己喝了恐怕都不采信 你还是要拿出证据来 我们退一步说假如当时驾驶员说我喝酒了也开车了 事后说那我当时喝醉了事实不清 是吧 我推翻我当时说的那你还是没有意义这段话不能作为证据去派人入罪 入行坐牢